服务员正在给客人结账 话还没说完 紧接着 一颗手榴弹扔了进来 餐厅瞬间乱成一团 街上的暴徒 开始无差别射杀 一踏进餐馆 他们更是火力全开 所有人都吓坏了 见暴徒走向厨房 躲在桌下的男人 拉起妻子就往外跑 此时 外面全是逃亡的人 这对夫妻混在人群中 赶往他们先前预定的 顶级酒店太极林 这是全印度最豪华的酒店 耸立在印度门对面 俯瞰着阿拉伯海 酒店里的客人还在 优雅地品着红酒 浑然不知一场 大屠杀即将到来 见门外聚集着大量难民 善良的管事把大家 都放了进来 可怕的是 暴徒混迹在人群中 趁机也进入了酒店 他们直接掏出机关枪 对着人群一顿射杀 餐厅内的服务员看见后 赶紧熄灭餐厅的灯光 并让客人都躲到桌子下 来不及躲避的人 都被屠杀带紧 暴徒见楼下死得差不多了 开始上楼杀人 存活的工作人员 见暴徒上楼 不顾生命危险拿起电话 通知楼上的顾客不要开门 此时 暴徒正在一间一间地敲门 打开门的无意人性命 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 听到敲门 没多想就打开了 结果 一个满身是血的奶奶 冲了进来 听到大量的枪声 女人才反应过来 抱着孩子躲进了衣柜 这时暴徒进来了 女人的神经瞬间紧绷 好在他们是在寻找 刚刚的奶奶 没有意识到 房间里还有其他人 随后 暴徒毫不留情地 射杀了年迈的奶奶 女人怀里的孩子 因为受惊开始挣扎 一个暴徒离她越来越近 千军一发之际 暴徒收到新命令 快速地离开了房间 见他们没了身影 女人连忙冲了出来 来到了隔音的浴室 拨打电话给 在餐厅的爸爸 爸爸知道后 再也待不住了 不顾服务员阻拦 冒险走出餐厅 一出来 眼前失衡遍野 他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趁暴徒不注意 他一路小跑 干净利索地窜进电梯 关上电梯门 突然 三楼的电梯竟然亮了 他急忙按下二楼 但已经晚了 临近三楼 男人只好躲到餐车的后面 电梯门外的暴徒 本想把餐车拉出来 看到餐车上的是美食 就直接吃了起来 见状男人快速把餐车 拉回电梯 这一下就惊动了暴徒 好在电梯门迅速合上了 他成功来到了自己的楼层 并在暴徒来到前 进入了房间 暴徒看到这么多 楼层和房间也放弃了追杀 这场袭击很快登上了新闻 一时间人心惶惶 不光是酒店 梦买共有12处地方 同时被袭击 当地的警察没有受过训练 也没有危机处理方案 更没有足够的装备 一时间束手无策 离当地最近的特种兵 赶过来还要几个小时 几个警官围在酒店外 但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此时 一个客人从酒店高楼上跳了下来 警方连忙接应了他 男人顾不上疼痛 只请求警察 舅舅自己还在 里面的家人 警官只好出手 然而他只有四个人手 而酒店里装备精良的恐怖分子 多达十几个 这时 酒店里被困难 旅客和工作人员 1500多人 开始了自救 一部分工作人员运气好 躲在离后门最近的厨房 有人提议偷偷从这里 逃到外面去 这个提议被一个男人 坚定地否决了 他是这家酒店的主厨 主厨表示 客人们不了解酒店 我们有义务带领 幸存者到安全的地方 等待警方的救援 于是 在服务员的带领下 餐厅里的人全部 进入了员工通道 通过这里来到了 最隐蔽的贵宾酒吧 主厨主动站了出来 维持酒吧里的秩序 并通知其他幸存者 酒吧是安全的 另一边 警察进入没多久后 被三楼的暴徒发现 他们先丢了一波手榴弹 随后直接开枪 四名警察瞬间丧生 两名警官死里逃生 袭击发生五小时后 救援没有任何进展 众人依旧胆战心惊地 躲在酒吧 这应该是他们人生中 最黑暗的五个小时了 谁也不知道 自己还能不能见到 明天的太阳 主厨一直在联系警察局长 但整个梦买都乱了 没有多余的人手 来帮他们 然而此时 房间里的一个客人 却接到前台的电话 被告知救援队已经到来 电话一头的客人十分激动 连忙打开了房门 下一秒就被暴徒射杀人 工作人员听到惨叫声 良心再也过意不去 不愿意再帮着暴徒杀人 拒绝的下场可想而知 袭击后九小时 救援依旧没有赶来 大家都不约而同的 写下留给亲人的话 此时 来到酒吧的幸存者里 有一个女士腹部中枪 幸好在场有人是医生 医生简单处理后 表示女人伤势严重 再不送医院就会死 看着女人痛苦的模样 一位服务员冒险决定 通过员工楼梯 尝试带女人逃出去 前往医院就诊 两人走到一半 那两名警官突然闯入 以为服务员是暴徒 立马控制了他 受伤的女人见状慌了 连忙起身逃了出去 服务员反应过来 刚想去追 门外就传来了一阵枪声 听到枪声 警察才知道是一场误会 连忙带着服务员逃跑 他们来到监控室 发现暴徒已经发现了酒吧 此时正拿着捡来的警官证 冒充警察敲门 服务员急忙拨打主厨的电话 好在主厨也留了一个心眼 没有立刻开门 接到电话后 主厨赶紧让酒吧里的人逃跑 慌乱中有人碰掉了酒杯 门外的暴徒听到声响 直接连开几枪 想破门而入 好在酒吧的门比较坚固 给里面的人争取到了时间 警察通过服务员得知 酒吧里有几十人 他们急忙支援过去 刚要动手 暴徒那边来了两个同伙 一下子 敌我力量悬殊 然而人命关天 警察只能选择暴露自己 开枪射击暴徒 可惜警官的小手枪 威力有限 没撑一会 就被暴徒打得落荒而逃 不过这一插曲 让暴徒放弃打开那扇大门 警察则直接逃离了酒店 等待特种队伍的支援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距离袭击开始 已经整整 十二个小时了 特种兵终于陆续赶到 酒店里的暴徒开始放火 点燃炸药 他们想直接烧了酒店 让所有人葬身火海 很快 酒吧内充满了烟雾 再不采取措施 所有人都会死在浓烟里 主厨知道不能坐以待毙 于是决定不再等待救援 冒险搏一搏希望 他打算带领众人 走隐蔽的逃生楼梯 然后来到厨房 最后从后门出去 这本来是行得通的 谁知计划提前被暴徒得知 原来就在刚刚 外面的新闻直播记者 联系到了此时 被困在酒吧的 一个客人 结果 客人在慌乱之中 为了求助 把现在的情况 包括逃生计划 一股脑全收了出去 服务员发现后 想阻止时 已经晚了 通过电视直播 全国都知道了 他们的逃生计划 暴徒也不例外 瞬间 所有暴徒都赶往酒吧 此时第一批客人 才刚刚进入逃生楼梯 大批人员还在 后方排队进入 失去耐心的暴徒 直接朝酒吧门口 扔了个手榴弹 听到爆炸声 原本有序的人群 开始了骚动 这加剧了场面的混乱 大门终于抵抗不住了 暴徒冲进酒吧 客人们疯狂逃窜 还有很多人来不及进到楼梯 好在楼梯里酒吧 还有一段距离 等暴徒发现他们时 他们已经全挤进了楼梯 主厨留到了最后 他锁住楼梯后 确定客人都走了 才开始逃跑 暴徒们很快赶来 一脚踹开了门 一进入 暴徒就对下方疯狂开枪 前方的人群听到枪声 拼了劲地逃跑 慢一秒都可能没命 杀红了眼的暴徒 很快追到厨房一楼 一批又一批的人 死在机关枪下 实在是太凶残了 就在此时 人群中出现一个逆行者 一个勇敢的工作人员 拿起菜刀想和暴徒拼命 然而菜刀还没碰到暴徒 他就被枪射死了 但他勇敢的行为 为许多人迎来了 生的希望 最后 特种兵终于赶到 一进酒店 他们就用猛烈的火力 压制住了暴徒 剩余的人员 总算安全走出了酒店 没多久 消防队员赶来 解救困在酒店房间里的其他人 此时 酒店已经全面 被特种兵控制 暴徒被一个个解决 剩余的两名暴徒 也没能逃脱 临死一刻 还在拼死反扑 他们高喊着口号 冲出去直面火力 特种兵队员直接用炸弹 结束了他们的生命 一场火光过后 酒店彻底安全了 一切都结束了 又过了三天 印度安全部队 才完全夺回了 十二个袭击地点 鲜血和眼泪 流满了这座城 如果可以 真希望这只是一部电影 然而残酷的是 这部影片改编自真实事件 2008年11月 十名暴徒 真实血洗了梦买酒店 此次事件造成至少 164人死亡 超过300人受伤 被世人称为 印度版911 个人的力量太过渺小 我们能做的 只有珍惜身边的人 过好眼前的日子 毕竟 谁都猜不到 明天何意外 哪个会先来临